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四月二十八號 星期二晚上十一點 運通財經台製作的股市晚安報 我是郭凱 請問我們開始先關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美股昨天收黑 讓亞洲股市是普遍的走弱了 台股開盤延續了衝關萬點的慶市 一度還衝上1014點 無奈此處一路的震盪走低 加權指數收盤時下跌了16.29點 收在9956.83點 成交量是1166.41元 個股表現部分 平概股並沒有受到 蘋果上季出色的財報激勵 大力光率先領跌 可成河塑鴻海都由紅翻黑 就連非平族群也同步走弱 雖然交通運輸族群展開了反彈攻勢 整體類股強談1.87% 金融也力稱盤勢 富邦金控大漲2.83% 續登歷史新高價 活泰金幾根在後同步攀高 帶動類股搶手盤上 但是最後台股萬點還是得富時了 平業重大財經訊息 台股ETF挂牌檔數以及交易量持續上升 證交所今天召開了發行人及標的指數 資格認可委員會 審議通過由富邦投信申請的 東正股價 東正正向二倍 以及東正的反向一倍的指數認可案 證交所強調 三檔指數都是由東京證券交易所 所編制以及維護 上市後將開啟證券市場 台日通的序幕 手機品牌大小宏達店舉辦法說會了 公布第一季每股賺0.43元 毛利率是19.7% 預期第二季的營收 渴望激增10.8%到22.8% 落在460到510億元之間 本就認為第二季算是 祭出了積海戰術 但是受到整體事況 沒有想像中來得好 認為財報展望低於市場 預期水準 機體大廠華雅科也開法說會 第一季的營收季減11% 毛利率下降到50%了 同時受到匯損大約有4.7億元 加上去年第四季的機期較高 獲利72.6億 大減超過六成 EPS是1.1元 比去年第四季高峰2.97億元 明顯的下降 面板大廠法說會 由友達市率先起跑 公布首季財報 稅後大賺52.7億 EPS是0.54元 跟旺季表現相比毫不遜色 友達指出 受到成本及費用結構 大幅度的改善 加上匯率波動 帶來正面幫助 強調第一季大尺寸出貨量 2680萬片 中小尺寸出貨 4260萬片 與去年第四季相比是持平的 遊戲局指法術會報喜旗下的 孫公司樂點行動支付 獲得玉山創投投資5000萬 取得了10%股權 正式加入了營運團隊 舉止強調 和全家便利超商 以及玉山創投資三強聯盟 未來看準線上線下業務 以及金融業務的優勢 將合力搶工高達5000億元的 第三方支付視差 法人在其負的布局 以及三大法人的買賣超盤名 外資買超109億 投信是買超了7000萬 而資金商是加碼了15.4億元 三大法人同步買超了125.26億 詳細數一同來關心 中文字幕提供 臺股期貨是以九千九百九十點作收 下跌二十八點 與現貨相比較 正價差三十三點一七點 籌碼面部分 外資空單大增了三千四百七十九口 近多單部降到五千七百零一口 投信多單小增三口 近空單是一千六百二十四口 近三空單小增的三百七十二口 近多單是六千零七十八口 總計三大反而空單增加了三千八百四十八口 近多單部降到了一萬零一百五十五口 這台北股市表現外資反的觀點 台股連續兩天都一度占上萬點 外資熱錢也成為這波 推升大盤指數上揚的主要動力 野村證券在最新出爐的報告當中 把台股指數目標上調到一萬零兩百三十九點 強調金融族群是投資首選標的 點名富邦金 國泰 玉山金 兆豐金四檔個股 受惠台戶通 台港通以及台新通等題材 渴望提升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台股資金行情一發不可收拾 美商高盛證券就指出 台灣的基本面在亞太區股市獨佔熬頭 認為這波資金動能還是會持續一陣子 從獲利表現來看 與陸股企業獲利表現欠佳 在純粹靠著資金與改革題材撐腰有很大的不同 預估台灣企業今年獲利成長率上看13% 只要美國經濟的復俗是確立的 台股渴望受惠的基調就不會改變 蘋果公布最新財報表現用於預期 外資圈也紛紛上修台北股市平概股的目標價 匯豐證券就上修可乘目標價到487元 小摩也把大力光的目標價上調到3600元 兩檔個股的目標價再度改寫外資圈的新高價 展望第二季 匯豐主認為可乘將會繳出 令市場經驗的表現 看好營收將激增15% 獲利收到毛利率拉抬 年成長有機會挑戰四成 接著是今天台北股市的搶入事故 一旦 就從前一旦 成長有機會有機會 股市漲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西向台今天出台的偏多讯息 华通第一季的合并营收是86.7亿 较去年同期成长20.5% 随着工作天数恢复正常 华通预估第二季的业绩将优于第一季 目前持续进行重庆厂的扩建 如果顺利第三季渴望完成前三期工程 单月产能上看30万平方尺 带动全年业绩成长幅度优于去年 手机游戏市场随着行动装置普及逐渐放大了 反而就预期每年将以维持双位数的速度成长 不少游戏业者卡位比较早 未来将具有比较高的成长性 一运表现是看涨的 双B品牌车同步转进的小型豪华车市场 根据销售统计 相关订单目前占整体销售三成以上 不只取代传统房车 甚至挤压到国产的大型车市场 两家车商都喊话 今年都设定比去年高的成长目标 BMW是挑战年成长一成 宾市也喊出2万辆的高标准 台速化受惠国际油价反弹 首季营运成功的转回为宜 由于第二季开始进入速化需求旺季 加上国际大厂陆续进入税修阶段 将有利于速化报价走稳 相关族群第二季业绩展望 转为是比较正面的 维生胎压侦测器的出货量提升了 第一季出货量达到65万颗 合并营收6.59亿 较出年增48.9%的高亮眼表现 EPS是3.56元 法案指出 由于相关营收比重超过五成 第二季北美需求持续增加 估计营收剂增将会超过15% 获利将挑战连续第七季 创下了历史新高 特斯拉昨天首版大涨 供应电动车齿轮组的核大 今年股价是冲上涨停 创下了化牌以来的新高价 反而表示 特斯拉今年的新款车 把后轮转转动改为四轮 齿轮箱也为增加了两个 出货量今年是上看8.5万组到10万组 成为核大成长最强劲的客户之一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淡水最有气质的建筑 天骏 2623-7000 小带开心的开着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 不妙哦 为新安全带致死率 为有新安全带的五点六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纯绕整部 预复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移至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堂害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来新幸福 紧紧细数全家 补高工具关心灵哦 老公 洗完澡泡茶哦 也好 越洗头越晕 喝茶提醒一下 老公 你声音怪怪的哦 开热水洗澡 四肢无力 有点小兔 好像感冒了耶 老公 我也觉得头会小兔 我们好像一氧化碳中毒了 赶快离开 到室外 救命啊 网站还有更多 欢迎回到股市晚报 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端美元会 今天收盘是升值的三分 以30.83亿元 兑换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是11.17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继重大的财经讯息 今天韩国的汇市早盘 韩元兑换日元汇率 创下了七年新高 南韩的财政部官员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外汇市场动向 强调在必要时将采取适当措施 进行微调来控制波动的速度 市场人士就认为了 南韩政府可能要透过 卖出美元来干预市场 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 三月零售销售额 较去年同期大减9.7% 创下了17年来的最大跌幅 与今年二月份相比 更同步下滑1.9% 先是在调升消费税一年之后 日本消费者支出仍然不见起色 有持续低迷不振的现象 甚至比经济学家预测的 年减7.3%更加的恶化了 希腊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偿还大约7.5亿欧元的 还款期限即将到齐了 不过希腊与国际债主欧盟 MF的纾困谈判 却在删减退休期 跟劳动市场自由化等改革办法上 是陷入僵局 总理齐普拉斯透露 如果国际债权方 坚持无法让人接受的要求 将考虑进行全民的公投 达成债务的协议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美元走强在第一季 至少造成美国大型企业 营收蒸发超过200亿美金 金额大过英特尔 或是高盛首季的营收了 凸显业界与市场 可能低估强势美元 对美国企业营运造成的冲击 报道已用资料 从标普500已经公布的业绩的企业 选择100家进行分析 如果去除美元的因素 企业整体营收还可以成长2.6%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今天亚股只有香港恒生指数 跟日本股市依然是收红的 详细数一同来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蘋果上季再創佳基了 单企iPhone销售量突破6000万只 年成长幅度是高达4成 整体营收获利表现 全都超越了华尔街预期 同时宣布将调升股利11% 等同于在2017年3月底之前 要发放投资人的股利总额 是可能会高达了2000亿美金数字惊人 一次寄出两种尺寸 更首度将中国市场列为首卖国 苹果这一仗打得漂亮 赢了市占率 更冲刺单机iPhone销量 突破6000万只大关 连带推升整体营收 获利表现超越华尔街预期 苹果公布一到三月累计财报 营收来到580.1亿美元 年增27% EPS 2.33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1.66美元 明显成长 同时也宣布调高股利11% 整体而言到2017年3月 将透过回购自家股票 与发放股利回馈股东 高达2000亿美元 手机事业之外 Apple Watch也成为苹果第二季 营运冲刺主要东能 成功拿下苹果SIP封册 以及模组代工大单的日月光 业绩当然有望水涨船高 加上下半年即将亮相的 iPhone 6s、6s Plus 全都大量运用SIP模组技术 让日月光成为这波 苹果效应的最大赢家 富士生陈介伟台北报道 品牌大厂Nokia 在前年将手机事业部门 是卖给了微软之后 依然是积极地进行产品研发 正式推出了旗下首款 搭载Android作业系统的平板电脑 预计台湾将成为大陆之后 全球第二个开卖的市场 未来不排除也将抢进俄罗斯等地 Dancer炒热现场气氛 Nokia在去年第四季 推出旗下首款 搭载Android 5.0 Lollipop 作业系统的平板N1 终于在台亮相 7.9层2K大萤幕 圆弧状机身边缘 由通路商顺发3C宣布登台销售 在Nokia N1都有很 都有很结束的表现 比如说在于它的续航力的部分 即便说我们看高解析度的影片 都可以联系看八个小时 采用类似IP mini 和大尺寸iPhone 6外观设计 整体厚度只有0.69公分 重量318公克 超轻薄 顺发3C董事长吴景昌表示 目前Nokia N1除了先前宣布在中国推出外 台湾很快就会成为全球第二个上市市场 未来也将在俄罗斯等地区销售 在大陆上市 它造成了热烈的抢购 那到目前几波的供应 供货都是供不应求 值得注意的是 发表会上Nokia总公司代表 也悄悄现声会场 但全程不受访 主要就是因为近期有报道宣称 Nokia有意重返消费型手机市场 尽管已经经过严正驳斥斥 但市场依然存有不少杂音 也难怪会如此低调 富士宣承接委台北报道 根据调查国内网路银行转账交易量 年成长率是高达130% 银行业者为了响应金管会 网路金融3.0政策 加上看准了行动支付商机 积极推动新服务上线 每次到尖峰时刻 银行柜台人潮不断 不少上班族更牺牲中午休息时间排队 银行业者为了提供消费者 更便利的使用环境 推出全新APP应用程式 抢搭网路金融顺风车 欧洲日本数位银行风潮崛起 改变全球金融发展 国内金融业者陆续推出数位银行服务 根据台新银行数位行为调查 显示自动化网路银行交易 占总体交易比高达9成 庞大的手续费收入 有望成为带动银行业绩成长的新动能 那是针对非本行的客人提供跨行存款这件事 那因为4月才 应该是4月中我们正式推出嘛 推出来目前每一天的话 大概有2、30笔交易量 那存的金额呢 那已经好几亿了 就是整个的量还相当的大 第三方支付将在5月3号上路 加上五一长假即将来临 看准路客来台观光将带来的庞大消费商机 银行业者积极推动跨境交易欧服务 让交易从线上走到线下 有位金控数位大战在天柴火 超频成文又台北报道 国人出国观光旅游人数屡创新高 而且连年成长 国内的旅游业者都因应了消费者旅游习惯改变 以最新的搜寻技术 推出了第二代的机票引擎平台 预计将带动业绩达到五成的成长 母亲节端午节廉价 加上暑假 大大小小的假期 许多民众都蠢蠢欲动规划出有行程 国内旅游业者看好此坡商机 领先市场以全新搜寻引擎技术 打造新购票平台 旅行社做了一个 业友网做了一个混搭的功能 就是在我们的第二代新引擎中 你可以直接一搜寻 然后它就自动帮你混合 说有高价舱跟低价舱的一个混合搭配 那这样子配起来的话 其实混仓的概念会让你的价格更便宜 如果是以欧洲线来讲的话 其实价差最多可以差到一万多块 全新系统不仅速度超快 还贴心设定混合仓位销售模式 为消费者荷包把关 易游网去年机票 营收超过五十亿元 新系统上线后 有望带动业绩达到五成成长 在网路越来越方便的时代 我们上网订购人数率都是突破新高 民众旅游消费习惯改变 曲列豪表示以自由行旅客成长幅度最为明显 而最受青睐的旅游地点 延续日币贬值等利多因素 日本市场表现仍然全年看好 陈二平 陈伟佑 台北报道 台北国际安全博览会正式的起跑了 金瑞 联阳 惠友等总计超过 四百八十家业者积极参展 在物联网推动下 暗控技术已经正式迈向大联网 以及超高化石时代 瞄准产业趋势 各家业者都专出了牛肉 抢供买主荷包 现在我们就直接就接上去了 接上去以后怎么看呢 就是用手机 OK 对 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就可以看了 董事长亲自展示自家最新产品 脸上充满信心 台北国际安全博览会 鸣枪旗炮 这次总共邀集高达四百八十五家业者 占出超过三千种 最新智慧安全科技相关设备 规模浩大 整体来讲它是一个 非常蓬勃发展的市场 当然台湾业者就面临到大陆的竞争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主要以那个solution 就是以解决方案为主的方向来走动 尽管面临大陆低价厮杀竞争 惠友对于市场前进依然相当看好 根据研调机构HIS资料显示 今年全球安控科技产业在成功甩开传统市场的包袱后 年增长率有望力保两位数成长 2018年总产值有机会突破200亿美元关卡 整个安控市场大家其实相对其他产业还是每年将近有两位数的成长 而且市场的饼距比较大 那目前安控市场其实不是只是单纯安控 市场它已经衍生到IoT物联网下面的一支 包括我们讲的智慧家庭 家庭安全等等 靠着副爸爸连杨生市自公司与同睿智 这次也积极展出 而另一龙头厂精锐 不只把摊位变身商店工厂更打造咖啡厅 要让买主真实体验 台北国际安全博览会登场 观察各家厂商推出的新品 不难看出系统整合 智慧物联网趋势已经锐不可挡 副制宣陈建伟台北报道 美庄精品连锁龙头保雅 受惠新型态展店策略奏效 首季大赚了2.3亿 改写了同期新高纪录 展望今年预计将在扩展135家分店的布局 获利有望再创新高 主打低价策略 在市面上众多零售通路杀出重围 百货零售类龙头保雅 公布今年第一季业绩 同电业绩年成长超过5% 加上去年开出的新电效益逐渐显现 获利表现亮眼 保雅首季获利2.37亿元 较去年同期达到两成以上成长 不要动能来自新型态 四代电渗透率提高 带动平均客单价高于去年同期 更预计下半年将在新开26间新型态分店 不只是零售通路战场打的火热 远东百货全台十家分店 今年第一季业绩年增将近5% 北中两家大店扮演火车头角色 展望第二季看好母亲节孝亲商机 喊出节庆档期要达到68亿元的销售目标 传平陈伟佑台北报道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小字う作用 小字无数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一次用分卖期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春季三出售现正实施中 多年来我在台湾透过旅行 观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 看到了这块土地上 人们为永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让资源不在我们这世代耗尽 迈向绿色永续挥马 欢迎光临 诶 这是 这是MIT微笑标章的菱形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标章 产业别图腾 验证机构 还有标章编码 哇 小小的吊牌上 有这么多清纯资讯啊 如果不放心还可上网查询哦 都挂保证了 那我来挑什么呢 挑款市集颜色啊 认名这样的MIT 安全健康值得信赖 工业电脑大厂严华 全力地投入提升全民智能化生活 要优化毛利率的表现 首期移收达到88亿元 年成长了是有8% 凡就预估了 第一季毛利率将上看到40% 来到去年第二季以来的新高点 台北股市睽違15年后 终于是攻上万点大关 财政部长张胜和强调 台股基本面一直相当好 金管会主委赠民宗 也是提醒的投资人 应该要注意个股的获利表现 以及公司的经营基本面 立委卢秀艳情绪相当激动 庆祝台股开红盘上万点 在财委会现场发送糖果 与大家分享喜悦 台北股市在散户 法人以及外资的加持下 终于一举冲上万点 应该这次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说全民疯狂 就很平常心 那这是一件好事吗 应该算是好事 因为大家没有 如果全民在封股市的时候 差不多泡沫就进了 台股突破万点行情 写下民国89年以来新高 张胜和表示 自己经历过上一次的台股万点行情 当时全民疯狂 但这次不一样 民众表现相当冷静 更强调台股基本面一直很好 只是过去价量还没被凸显 金管会主委赠民宗 更强调自己心中 只有股市无股价 外资连续两日买超台股主要是金管会与央行实施含令仿炒会追赶外资将资金转投入股市 这是特殊因素 同时国内法人及散户也已经进场 且上市柜公司基本面加 但后续价量仍然有待观察 更呼吁投资人应该做好适当风险管理 陈和平 陈文佑 台北报道 印度知名的集团塔塔宣布和中国大陆小米进行结盟了 小米在声明中证实这项交易 但没有披露塔塔买入的具体股份交易细节 创办人雷军在脸书粉丝专页上表示 未来将会带进更多的产品到印度冲刺当地的视差 航太工业龙头汉翔举办法售会 新任董事长廖荣新亲自出席 去年EPS是2.06元 抗好亚太市场需求强劲 翰翔预期未来五年在手订单超过千亿元的水准 对航太业的前景乐观看待 翰翔法售会上 新任董事长是由前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廖荣新接任 一出场就是美光灯的焦点 去年第四季在会堆收益及响展二期入账带动之下 活力亮眼 前年EPS2.06元 优于市场预期同时看好亚太市场未来发展 新机需求将占全球37%到40% 全球的航太产业 不管是从波音或者是Airbus的评估报告来看 未来都是前景可期 协助我们航太产业的工具机也好 各种相关的产业链的这些投资也好等等 也都是非常非常畅旺的 去年新增订单达到400多亿元 展望今年再手订单维持1000亿的水准 未来五年将持续成长 另外更接获新世代节能机种的空中巴士 A350对航太业前景保持乐观 为了迎合强劲的生产需求 今年将投资24亿元整件领主舰厂房 因应民航机的20年大换机潮 及航太领主舰复合化趋势 规划生产空中巴士A320系列订单为主 预估每年还可以增加将近10亿元的产值 带均引成借位台北报道 IC测试大厂金元店首期受惠于成本管控得宜 营收创历年同期新高了 反正就预估大客户扩大试单 加上主要客户联发科相关业务5月开始回升 第二季营收将优于业界的表现 日本太阳能产业最快本季达成获利 市场分析即将进入全球爆发期 台湾电池厂冒敌第二季进入传统旺季 加上中国需求暴增 产业持续的向上提升 日本再生能源基金会表示 日本太阳能最快将于本季达成获利 不再需要政府补贴 太阳能面板价格崩跌 加上转换率提升 市场分析太阳能产业即将进入全球爆发期 未来盛况可比页岩油热潮 简单来讲现在是产能率非常的高 但是价格还不是能够达到让我们满意的程度 回到台湾 虽然太阳能产业第一季淡季 又有美国新双反启动导致的叠价效应 电池厂冒敌第一季财报 单季亏损近5亿元 但是第二季进入传统旺季 加上中国大陆需求暴增 美国也在苹果大厂带头之下 积极建制太阳能电厂 逐步将产业持续向上推升 我是非常审慎乐观 因为从去年开始整个产业有转变 这个转变其实比较主要的原因 我想还是在供需上都比较去平衡了 另一家大厂太阳能导电浆厂硕和 除了积极抢施整银浆的大饼之外 今年在太阳能电厂领域有大突破 位于日本福岛的太阳能电厂 将举行并网启动典礼 预期未来一年将有约8亿日元的电费收入 加上日本千业及台湾的电厂案 也让朔和成为唯一通吃太阳能产业链 两块市场的业者 渴望推升营运动能 戴军影成介维台北报道 LED大厂异光白光技术的专利贼一落幕 美国地方法院以专利不具有进步性 与专利不具可实施性等理由 判决日亚化败诉 凡强调第一季业绩会淡季不淡 表现优于去年同期 虽然有汇兑损失 但是预估EPS可以达到一元以上 苹果Apple Watch开卖代工厂 广达成功克服了良域问题 乐观看待今年穿戴式装置的一个市场 第二季的成绩将比低气好 董事长林白玲有信心 今年整体业绩绝对是好的开始 将优于去年的表现 采用不锈钢边框 萤幕由蓝宝石水晶保护 可同时显示天气地图 阅历活动及手机讯息通知 Apple Watch上市开卖 网络预购量立即突破百万只以上 苹果目标今年出货量 更上看2600万只 浪身为代工厂的广达 营运在天柴货 预期穿戴式装置产品 今年是成长快速的一年 景气好了 大家都好了 所以建设我们的好机会 我们再要更努力的 再创新 再蜕变 先程传出代工Apple Watch 良率不佳 进而影响出货 广达表示因为下单数量太大 无法一下子做出供应量 目前已经获得解决 穿单式装置布局 今年开花结果 观察NB市场 表现也比预期来得好 呈现持平或小幅成长格局 广达今年首季营运是全年低点 第二季主要客户陆续上市 业绩将回升 董事长林白礼表示 跨足笔电 平板 云端及多项产品 业务范围包山包海 今年整体业绩绝对是大好的开始 可以优于去年的表现 戴军影成借委 台北报道 市场引领期盼的股王大立光的股率 分配案是终于出炉了 今年预计要配发50亿元的现金 股息打破了宏达店 40元的记录 现金配发率是35% 由于配发率是低于预期 法人指出大立光保留资金 用在新建新厂房 未来两年要投入高达200亿元的资本支出 保留较高比例的盈余 配息率还算是合理 IC设计厂群联在控制晶片出货 畅旺带动下 第一季税前几率是超过10亿元 季增是超过两成 写下了历年同期的新高水准 另外也看好了中国半导体产业 在政策带动下需求大爆发 将进一步的启动中国的扩厂计划 去年全球SSD出货量高达7000万个 SSD需求大爆发 Namflash控制晶片厂群联 为了抢大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顺风车 将投资1800万美元 在安徽设立合肥造星电子 群联首季合并营收高达83.42亿元 虽然跟前一季相比小福下滑4.87个百分点 但却较去年同期成长8.31% 主要受惠产品组合优势 本业获利成长 率前进力高达10.11亿元 较上季逆势成长25% 随着IC出货持续成长 第二季营运有望超越第一季表现 整体来讲我们的需求都不错 第二季的订单量 其实我们一些卡通的订单 主流卡通的订单看到9月底了 Namflash将把SSD产业推向另一个极致 加上大数据资料的普及 市场需求更加可观 会容易5750万美元 收购中国企业级储存 解决方案供应商保存科技 预估将为今年SSD出货 带动三成以上的成长率 陈俊 陈俊 陈伟 又 台北报道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驾徴 长距离 当小企业一起结水 用行动来增弃水资源 结运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毕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关 29131333 理财周刊与银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理财周刊 加一个月银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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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爱不只是只是一句 我爱你 而是保护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美股道琼维持在 一万八千点之上震荡 入股上证指数则是在四千五百点关卡 台北股市挟着热钱持续涌入 新台币汇率提升 开盘迅速冲上了万点关卡 今年高点更是冲上一万零一十四点 虽然金融持续立体 电子也有苹果财报利多 不过眼界新台币汇率是往三十点五元关卡抽 电子担忧汇损扩大 纷纷的脸绿软角 大盘在万点之上只停留了约五分钟 随即是震荡翻黑 加权指数收盘下跌十六点 以九千九百五十六点作收 成交量是缩小到一千一百六十六亿元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亚洲投雇的顾富仁分一师 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顾老师晚安 郭开晚安 昨晚安 晚安 请到顾老师 今天的盘市再攻万点 不过还是没有守住 而量能的部分是有量缩的格局 明天的盘市该怎么看待呢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也跟各位提到 就是说其实今天的回答 不用太过于怀疑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因为我们连续讲 跳空取口以后 它本来就是属于类似于捷径缺口 那你这样子来走的话 其实它本来就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回档压力 昨天跟各位提到说 其实这个回档 就是在今天的大力光身上 还是说在所谓金融身上 那当然郭开金 或者是说以这个富邦金来说 他们早上还是有低点 可是重点就是说 这边有一点点涨跌互现 跟肋骨轮动的现象 那其实比较明显的 反而是在金融的部分呢 还是持续的稍微走尖 反而是一些所谓的标准 之前的瓶盖的部分 然后英国虽然有利多 可是通通都没上去 昨天有提到说大力光是因为 这个新银值率1.6% 然后比较攒不动 那短线上呢 看得出来就是说 它就是在那边做震仗 不能说它会回来 但是就是因为外资的这边的资金 还是非常的充沛 所以等于说这一种所谓的标准的 这个外资集中式的 这个应该都不像容易回档 可是呢重点就发生在 鸿海或瑞瑞光身上 苹果创新高 这个标准苹概股 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上去 这边有一点点就是 有一点点苹果对台股来讲 苹概股来说的话 有点利多出镜的现象 当然这个利多出镜不是说 它后面就会下来 而是说它会震荡比较大 比如说4938的合作 也大概有1% 那你这样子来看的话 其实这边的表示说它修正 还有或者是说 6269的台股也是一样 如果说把6269台股的 K线都拿出来看的话 它也是具备一个修正的压力 因为它毕竟跟我们的 20日线月线的部分的 惯例率比较大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月线的大概的位置 大概在102、103左右 目前的缩盘价它16 那你这个幅度如果超过14% 正乖离 正乖离其实超过12% 根据月线来看的话 它都会 短期上都会有点顿低 就是会有点稍微的震荡 那你再加上说 其实像今天来讲 以台军来说 它的量缩的速度非常的快 今天的量呢 其实只有626198 6198张量非常的小 那表示说来到这里呢 不是说有人拉起来去出浪 可是呢重点是最佳买台完全不够 那有可能就是说后面会整理 这个区间会居多 那短期上整理性来看的话 大盘我们并没有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并不是来到这里呢 1万点就要反转向下 它不是 它只是在整理 我说过这个整理不是只有今天而已 可能会整理到礼拜四 因为礼拜五方向 那今天量的呢 大概是在1200亿以下 1169 那代表说这里呢 筹码是相对性的安定 那明天早盘 明天早上的关盘的重点 就是说比如说以加权来说 它短线上呢 有个小小的这个所谓的压力的部分呢 在1107左右 比较大一点点在1060附近 那我们的支撑很简单 这个其实这个支撑 大概是在9911这里的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明天不小心有修正的话 大概在9910点附近 9100 9000点的整数关卡 应该支撑都会蛮够力的 除非说晚上的美股 这呈现一个连续性重挫 就是说它跌超过一个的事情上 那才有可能台股开盘呢 会跌过9900 如果不是照今天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最多就是金融稍微修正 别增电子开始准备反弹 今天早上其实也有这个现象 比如说之前比较这个 长得比较快速的力量 今天的这个所谓之收黑 那比较慢的这个民旺时 它今天就有往上去 那表示说呢 其实这个盘是非常健康的轮动 甚至于说昨天强势的升级股 今天瞬间滑落 那也可能很多投资朋友会吓一跳 可是毕竟我跟各位报告 金融这个升级部分呢 它是属于内资型 然后内资在这里呢 它还是在持续的做一个整理跟 整理段 因为上个礼拜的这个核旺事件 就是这个火焦灰事件 还是有受到影响 那你长线来看的话呢 这边还是先找大型的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一些电子来走 会比较安全 尤其是像最近来讲的话 比如说之前有修正过了3227的原项 今天就有表现的空间 那或者是说 刚刚打说讲完的 比如说2498了 宏达电 它有很重要的讯息 也不是在于说它的Q1能卖多少 而是它说它公司要转型为 一个所谓的时尚科技公司 就跟我之前跟各位报告的部分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未来的这个 宏达电它的手机的部分呢 是把稳住正脚保留现金 利用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的去年的瑞达 今年年初的3D的这个眼镜的部分呢 还是说这个跟Under Armour合作的 这个所谓的窗盖式装置 这些其实都是在于 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前景部分 那当然我们最大的观察的目标 还是在于说 民间的宏达电 它到底能不能够突破它的压力 那这个各位报告说 以宏达电来讲 民间的压力就很简单 大概在133附近 135附近 当然不是在于在于说 这个压力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先有个概念 明天如果说能够站上去 那宏达电可能就续墙续工了 那首先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这边可能就是它还是持续在打底段 因为今天的消息来说的话 以把说的这个程度来讲的话 算是不好不坏 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 它只是在告诉我们说 它未来的趋势在哪里 那我认为其实真的要 宏达电真的要表现空间 可能会递延到第三季 就是说在6、7月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看到到说 这个M9或E9的销售情况 有没有跟着好起来 甚至于说在5月份 就等于说4月底 所以5月10号之前如果说它的业绩是有好准 我觉得宏达电才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那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比较没有 就是属于跌生款的 那还有一档就是联发科的部分 因为它明天才有法说不是今天 那可能说联发科这边呢 还是会有一点点受到一个所谓的法说的阴影 来做一个考验 但是长线来看的话 联发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联发科400块来说 除非说它的3G的这个晶片组呢 突然瞬间这个被人家打挂 或者说它的4G出货很不顺 我认为呢 它应该股价在400块附近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所谓支撑点 甚至于说明天如果说法说没意外的话 应该宏达电在礼拜四的时候 大概就大概就30号 大概应该就会反弹的力量 会让大家看得到的 所以目前在相关法说会的一个关盘重点 我们待两分钟轻款会很快速请教顾老师 刚提到在一些关键的一个相关选股的重点之外 是有哪些风险性比较低些补涨行情的族群 投资可以来做一些留意呢 以族群来讲的话 最近看得起来好像是我们的航运比较好 但是毕竟反弹还是反弹 因为油价是确定的 应该不会再来跌破50块 因为我讲过 这个原油的这个美国的油商已经快要催促了 在快要催促的情况底下 他应该会至少把它撑在这个附近 那最主要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图局也蛮不错的 也蛮亮丽的 就是在汽车 尤其在电动车 在这个TESTA的概念股身上 那我之前也跟我讲过 这个TESTA 不管是TESTA也好 还是我们现在在走的ADAS ADAS概念股其实很多家 比如说像今天早上比较强势的Eater 还是说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原项 这些都是 那我们核档来说它是标准的TESTA 那我认为在汽车的部分也是一样 也是都是跟仿制一样 都是落在6、5、6、7 都是步入一个旺季时间点 所以说这边如果说大型的电子也在休息的时候 这类型的之前有修正过了 可能就会比较好 表现空间会比较大 那核档明显今天涨也是算进行的新高 最短线上它也是就会进入一个休息跟观望的时间点 那有时候我们在操作面上面就是说 要稍微有多一点点的耐心 尤其是这种涨多的部分 你就不要乱追就可以了 大盘来到这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它就是在做一个类股的轮动 类股的轮动部分先找GEO的公司 看到股价的基奇是不是落后我们大盘 它如果是的话 它就会比较容易受到这个什么 这个所谓资金的侵赖 那短线上这个外资在这边 还是属于上下起手的意思 上下起手 短线上我说它说明后天 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 它的动作会加大 因为明天还有一个摩台结算 如果说大 如果说外资是属于压盘类的 我认为这个五月份还是会怎样 最多在月初稍微在沉下下 后面还是会持续的往上 往一万点以上来去攻坚 但是如果明天是所谓的奇拉型 明天如果大涨白点 那我可能各位报告 那就要非常的小心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修正压力 会稍微大一点点的 不过以这个整体性趋势来看的话 以这个所谓的汽车类的 或者汽车零组件 在这个汽车辅助系统 ADS部分我就可以值得大家去多加的 留意跟观察 好 非常感谢亚洲投顾 顾富恩老师详细的解析 顾老师谢谢 谢谢 台北股市连续两天盘中都冲过万点 但是收盘都没有办法站稳 而这两天主攻部队明显以金融为主 电子族群油扯后腿的迹象了 尽管股民都认为这波是台股史上 最无感的万点行情 不过以今天大盘价小跌亮缩 指数仍然是利守在五日均线之上 短多公式仍在进行当中 对于指数暂时务预设高点 必须要留意的是 内股与个股的轮动会加速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九州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不是千变万话 当操盘千头万序 当机会千载然逢 昨日起用一千元 体验空天雷一个月 让空天雷的千军万马 成为操盘利器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一千元哦 请播02-2365-3255 今中途没人减了 我用我的大黄蜂 带你来转 变成金刚 好 好 好 只要喝酒开车出事 保险公司的在背上受害人了 又向赵士泽托利败金 而且不保险又计划一条 好 还有大黄蜂呢 都把我坐上班上去啦 喝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不保险 回国21天内若出现不适 请先拨打1922防疫专线 1922提供24小时国内免付费的传染病电话咨询服务 预防伊波拉等传染病 非必要请募前往疫区 若必须前往 不接触寻鸟 野生动物 或接触病人 不生瘾生食 注意个人卫生 落实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关心您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帕沿口皮 来不及可以衣秀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阿妙原來喔 我請育嬰假 蛤 妙原來喔 蛤 妙原來喔 蛤 妙原來喔 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請育嬰假 合理育嬰金爹 我現在跟我的老闆打光 還可以當心清生活費補助喔 大費啦 都退休了 老闆料理年金啊 每個月都在領耶 我出財耶 你基本工資也逃生耶 若是我去別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夠錢 也好啊 安心雙人 我希望你請我 我期盼能給孩子安定的未來 我想給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承保條件 付出少許保費 就可向保險公司 投保微型保險 讓您及家人獲得多一層保障 詳情請洽微型保險專線及網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關心您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 妳都存在哪 硬啊 而且是我在收存款保險 找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妳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 為新台幣三百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 然後不只是台幣存款啊 還有外幣存款都納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是不是跟我說這個幹嘛 我是想 想說我們差不多可以結婚了吧 吃飯了 看你這麼年輕怎麼就氣喘兮兮的 爺爺你怎麼都不會喘 除了運動 我也定期做體適能檢測 體適能檢測 你看 全國各縣市都設有體適能檢測站 提供民眾檢測 項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項檢測 還有銀髮族專屬檢測項目喔 這裡的教練親切要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運動九九 健康九九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對分警覺對分自我保護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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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